應該都是只挑對他有力的講 但是他忽略了大家的智商跟記憶力 所以當他舉2014的例子的時候 馬上游英龍就把2018的慘敗 趕快告訴蔡總統 這才是最真實剛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蔡總統 他今天開的這個記者會 他說他確戰不是他的風格 但是蔡總統 你說確戰不是他的風格 那就照初選辦法走下去 怎麼看起來你就是不敢戰 你幹嘛講得冠冕 他說一切都是為了國政 都是為了黨 不是就是因為你怕輸嗎 如果今天蔡英文的民調 已經超越賴清德了 請問他那些話還會拿出來嗎 一切不是因為就是蔡英文怕輸 這幾個字嗎 所以我認為這個蔡英文總統 其實太私心自用了 就是說如果民進黨 初選辦法都已經公告 他今天有什麼權力 出來打賴清德 而且他毫不避諱 今天他所有的談話我都覺得 他說他是尊重五人小組 我都覺得他是在為 五人小組下達指令 你們去給我協調 協調好賴清德 就是這個意思 所謂尊重五人小組的協調 你自己本身該不該被協調 也該 但是從來他都沒有表現出 他自己可以被協調的空間 只有要五人小組 好好去處理賴清德 就是蔡賴沛 然後他自己不斷的說 沒有初選就是合作 為什麼賴清德 不可以來挑戰你 我覺得他自己的民主到底學到哪裡去了 今天看了蔡英文的記者會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很霸道的人 我必須這樣子講 我是現任總統 我當然連任為優先 如果有誰的話就是來跟我配 這個就叫做合作 其他的通通都不需要考慮了 他是用這個方式來打 所謂民進黨這個初選辦法 但是我覺得他所講的這一線 我們在回想到 當時賴清德一登記之後 他在出國前 他也去登記 要嘛你那時候不要登記對不對 你又登記了初選辦法 然後登記完之後先來說 這個初選一切都是對黨不利的 不應該 所以自己要喊咖 你不覺得他自己這樣子 充滿矛盾嗎 不然你那時候就一開始你就講白了 賴清德登記的時候 就應該要開這場記者會 是 你就一開始就丟出來說 我認為這個初選 就是為了黨的什麼 你那時候可以一開始就喊咖嗎 不是 他是全某到了極點 你中間你去出訪 你也去做自己的競選的活動 然後你看前陣子 總統府這個音樂會 又摳這個年輕人來 拿著說挺小音 動作一堆 動作一堆就是為了自己的贏 但是到目前此時此刻 為他已經他們延後了 已經延後一個禮拜了 結果延後一個禮拜 他的時間還不夠 還不夠 民調還沒辦法贏 所以他現在就下令黨這樣再延 剩三拍 延到 延到我可以贏的時候 他那時候他口中的這一些 就不重要 跟之前投票要投到成功為止的 方法不是一樣嗎 是 這就是蔡英文 再投一次 對 他展現他的霸道 跟他要求的意志力 我跟你說如果今天的民調 再延一個月之後 蔡英文已經贏了 他今天口中所說的這一些 還是重要的禮拜 不是了 因為我民調可以生出淫賴性的 這些都不算 好 來選 可以恢復初選 對 可以恢復了可以比 現在就是動員勘亂時期的概念 就是此時此刻先暫時凍結 對我不力的時候我先喊咖 然後延 然後就是一直要到 對我有力的情況我才要做 但是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真的覺得 我現在有點同情賴清德 我覺得他根本 從一開始登記初選到現在 他口中一直說 我要做一個君子的競爭 我要樹立一個典範 他口中的典範 在蔡英文眼中 根本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 蔡英文只希望他自己可以贏 所以賴清德現在 你看他今天出來開記者會那個樣子 根本就是 已經整列車就是要開走了 然後他自己在那邊喊說 我要一個民主的典範的初選 我堅持要走下去 你可以繼續走下去 但是你要等 蔡英文心裡覺得說 我贏你10%的時候 再來做這個初選的民調 所以賴清德 我真的這時候滿同情他 他滿可憐 他一直標榜自己很清高 然後要一個典範的初選 但對手不是這樣子想 招招就是逼著他說 我沒有要跟你在一個同樣的平台 我也不要辯論 蔡英文是連辯論都不要 所以前陣子媒體的報導 都不是空穴來風 都反映了蔡英文的心境 所以這一場 我只能說蔡英文跟賴清德 不是站在一個公平的初選機制 而明天如果民進黨中職會 又做出再暫緩的 這樣的一個決定 我是很好奇 賴清德除了今天開開記者會之外 他明天這個已經確定中職會這樣子做 他今天是用呼喊 用呼喚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明天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請問賴清德會怎麼做 獨派會怎麼做 他會有什麼更大的一個政治動作 來逆網狂瀾嗎 還是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證明說我還是要代表民進黨 他覺得他最接地氣 他幫郭國恩打完這一場之後 只有他可以改變民進黨 他才可以守住台灣的價值 請問他講得這麼漂亮的口號 到底賴清德要怎麼落實 明天真的民進黨的中職會 會是一場精采的大戲 就看民進黨他們是怎麼樣 就是提這個案子 然後賴清德的反應 到底明天還是這樣 溫溫如雅的開場記者會 再開場記者會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好奇他的反應會是什麼 這樣玩下去的話 整個民主進步黨重要的價值 都陪著蔡大小姐玩完了 剛才黃議員他剛才講說 明天的狀況有可能就是 暫時先延後 我就要請問 當時卓榮太在競選的時候 重要政見 他當時講說 沒有所謂現任優先 一切按照機制程序來走 後來當時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他離開的時候 他說我全力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現在發現說 原來我被賴清德騙了 火了才發現說 糟糕 我民調可能輸給賴清德 所以在這整個運作當中 我們特別是看到 蔡英文今天早上的說法 真的是胡言亂語 賴清德上來在這一段時間 我所聽到 我所知道的 基層 就是說民進黨的基層 對他的反應 當然大家看到 蔡英文的執政是不滿意的 因為左右搖晃 髮夾彎這麼多 但是賴清德的口才 憑良心講 我們關注到的是比蔡英文好 而且對於意識形態的表達 向來不會畏縮 向來也不會閃爍 所以他是比較符合 民進黨基層的胃口 但是在現階段 大家看到為了配合蔡英文 蔡英文一下子說 我不聚戰 但是這個到底後續 到底要怎麼去做處理 他又沒有講得很清楚 要合作或者是要怎麼去推 我都可以配合 顯然合作以外的選項都不行 對 顯然他就已經把那個框架 講好了 就是我除了初選不要之外 我什麼都可以接受 他現在知道說自己民調輸了之後 輸給賴清德之後 他完全轉了一個風向 所以我覺得民主進步黨 現在所謂的核心重要價值 都完全配合蔡英文 這樣一個人玩完 所以剛才黃英文說 明天可能不會有具體的結果 可能是會暫時延後來討論說 用什麼樣的初選制度 可是我看來民進黨 現在內部的風向也好 包括我們等一下要討論到 蘇貞昌今天用了這麼大的 這個手法去換掉 這個公股銀行的幾個動作之外 我覺得可能連蘇席 都已經跟蔡英文做了一些妥協 大家都交換好了 背後有沒有所謂交換的籌碼 我覺得可能是有 因為蘇貞昌最近 在這一段一個禮拜之內 換了多少人 得罪了多少派系 但他不惜得罪派系他也硬要換 是不是跟蔡英文 也已經有交換的條件在裡頭 邏輯上我們的觀察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如果這一次真的沒有辦初選 或這樣子戳掉湯圓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 所謂民主進步黨 重要的價值跟核心 其實就被蔡英文這樣子摸掉了 現在他的年輕選票也流失了很多 都跑到柯平那邊去了 現在韓國瑜出來 韓國瑜也吸了不少 所以民黨當現在很傷 網路上都在講 民進黨的總統黨內初選 叫韓劇 很短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叫本土劇 很長 而且很明顯的 民進黨的韓劇太精采了 要加幾數 收視率太高了 對 這也是韓流的一種 對 假拍 對 這沒有辦法 因為沒錯 的確是韓國瑜造成 你們要加拍這種情況 我現在覺得 小英現在的狀況感覺起來 比當時賴清德剛出來 要選的時候好很多了 黨內挺他人變多了 聲勢也變好了 代表小英文他的地利跟人和 都OK了 他等的是什麼 等的是天使 現在還差3% 還不夠 還要再多熬一下 要把那3%補回來 這是現在蔡英文所最需要做的東西 所以包括我相信明天的中指會 延後應該是必然的結果 因為這次等於是從總統 甚至他的所有的蘇貞昌等等 新潮流的 一定的貫徹他的理念 就是要把時間拖後 讓他的小英 有機會能夠贏到賴清德 我講真的 對於現在就時刻而言 小英我覺得他是沒有自信的 因為黨內還是有風風雨雨 傳出來 以下說 你說少3%而已就沒自信 對 就沒自信 因為他現在還贏不了 所以他要拖 他沒有自信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在他的記者會上 特別強調他不確戰 他為什麼要這麼說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確戰 大家都知道他太怕 他不敢跟他選 拖了一堆 以下說什麼 不要跟他什麼辯論 因為說什麼 他無法跟他自己所提名的 任命的行政院長辯論 拜託 這是選舉 又不是小學在選班長 這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賴清德都拿真道對向跟你對幹 你居然還會這麼講 理儀廉恥道德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主要就顯示出來 他內心的怯弱跟膽怯 我真的建議 蔡英文在接下來這個時間 對 好好做一件事 他的落後 他的落敗 不是因為賴清德有多強多厲害 是小英他軟弱的形象 被生指人心 大家想到小英 就只有神隱小英 要不就是讀稿機小英 要不就只會玩一隻貓的小英 完全軟弱 沒有辦法出現 都忘記現在賴台妹小英了 沒錯 可是賴台妹小英 他只出現過短暫的今年初 包括中間他跟新本町的事情 包括他跟網紅去拍片子 他的民調有沒有發現 在這幾個時間上 短暫的上升了 可是沒有多久 又回復成正常了 代表他已經被定型了 別忘記他2016年 他是拿56%的高票當選 贏了國民黨300多萬票 到現在他就 怎麼民調怎麼掉 就是20%出頭 表示這段時間之內 他掉了非常多 而且被定型之後起不來 因為他的形象 所以接下來我真的建議小英 應該馬上 如果延後完的時候 他應該馬上說 他要辯論會 他一定要去辯論 因為只有辯論會 時間夠短 能夠翻轉他軟弱的形象 他要硬起來 可是把初選都取消了 要怎麼辯論 沒錯 如果是前提 如果還有初選的話 一定要要求辯論 如果沒有初選的話 那就恭喜他了好不好 確定他要代表民黨參選 我們接下來的韓劇 可以到一個段落 但是我認為不會這麼快 只不過有的東西 我覺得我要多提一下 要稍微小心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 謝榮介議員有去連署 黨代表連署的狀況 就要特別小心的狀況 我比較擔心 我覺得連署 徵召韓國瑜是很好的 但是不要忘記了 黨代表是誰選出來的 黨員選出來的 而每一個我們的太陽手下 都有非常多的黨員 也就是說每一個黨代表 我有連署書 我也有連署書 對 都有 而且每一個黨代表 他當然沒有派系 但是他一定會跟某一些太陽 比較熟 比較靠近 所以當真的要叫所有黨代表 來簽名的時候 就顯示出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太陽 他們內心的想法 會被真實的顯現出來 如果有些親某一個太陽的人 某一個親某一個太陽的黨代表 他不願意做連署的時候 會造成了黨內的紛爭 又會被容易讓人家見縫插針 所以這點我要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因為連署是好事 就到後來 又讓我們的本土劇 已經也很久了 要繼續延長的話 我覺得繼續失血 對我們國民黨而言 絕對不會是好事 不過你剛才模擬那些情況 都是本土劇必要的要素 是一定會發生的